嗨 我是戴戴達安娜 今天要來拍哈利波特魔法覺醒魔咒試煉 然後這邊有三關 讓你了解Snape伙伴卡怎麼用 開始挑戰 我竟然穿著校服 他嘲笑我 他說我跟三怪一樣笨重 哇 決鬥社顧問耶 他直接建議我不要再決鬥了 有這麼差嗎 好 我們現在來示範 只要夥伴一登場就可以擋招 看 對方的屍堂三副沙被抵擋 阻擋攻擊越多 造成的傷害就越高 煙火也能吸收 反彈 哇 完成試煉 超簡單 獲得一個 迴響記憶 我們再來下一關 可以獲得圖書卷一張 又是我 又是我 可憐蟲 世界決鬥 冠軍 Snape講話怎麼那麼狠 等著喬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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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現在呢 先放龍蛋在正中央 正後方 因為這樣人馬他會射左右兩邊 放在正後方 然後往前 叫出夥伴Snape 他會幫我們擋招 看他都吸收 龍蛋也沒事 然後他領域結束後 我們放一個護盾 等他結束的時候放 看 剛好擋住 然後要再放一次護盾 因為他的領域還沒好 好 放白仙義 放他補血好了 讓他活久一點 然後他的領域又展開了 我們的小龍也孵出來了 再放一個護盾 好 再補個血 小龍衝啊 好我們幫他用一個護盾 也可以保護一下小龍 好Snape 攻城生退 接下來我們要小龍 就不怕了 幫小龍補血 掰掰 完成 是不是很簡單啊 獲得圖書卷一張 耶 下一關 我們這一關是 紫卡萬用卡 哇 麥教授 想跟Snape說話 他不在 問他有沒有決鬥建議 我是可憐蟲 找對人了 哇 哇 Snape是跟麥教授 唯一能抗衡的對手 哇 麥教授感覺 很懷念Snape 切磋對決的日子 哇 那我們現在變成Snape 要跟麥教授PK啦 麥教授會一直叫石像 我們先到前面 然後等這個石像 舉起劍的時候 放三步砂 他這個三步砂是強化版 再放個咆哮性 不記得要躲招喔 再補個速速鉗 他也速速鉗我們 沒關係 放個膨脹藥水 我們就一直把那個三步砂刷出來 好 他又放十項 好 我們有三步砂 記得要瞄準好 這樣才能全部彈射到 好 咆哮性 然後我們也 速速鉗 要瞄準喔 咆哮性 再接個 厚厚燒 看 全部吃到 放上藥水 要記得躲招喔 好 快結束了 但這邊還是要小心 再放個 三步砂就結束了 你看 完成試煉 獲得 紫卡萬用卡 大家記得要做魔咒試煉喔 只到3月29號 有三種試煉 獎勵要記得拿喔 大家掰掰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想更了解我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IG臉書跟抖音 也歡迎加入鐵粉專屬DC群組來交流喔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掰掰 掰掰 by bwd6